現在真的什麼都要課金 這些蘋果的賬號也真的要課金 我懶得再用了好累喔 他就是要付費嘛這1990 這個錢錢你不要再問什麼有沒有收費了 我都一直在付錢啊什麼時候收費了 我們這個全全操人從頭到尾都是沒有收費的 怎麼可能跟你去收費呢我收費 我現在這個是高清啊 還有一個超清 我已經付錢的是怎樣 要重開是不是 好了好了 好我們這次到了微笑超人第17幅 就是這個投影的軟體他一直都怪怪的嘛 我就給他付費了嘛 不然這個夜長夢多長痛不如短痛 然後又不能好好工作然後又這樣又那樣子 這個收費是很合理啦 只是我覺得這些軟體現在都越壓越狠了 遊戲也課金這軟體每個都課金 這不是開玩笑的是吧 好第一個賬號怎麼體力是滿的呢 一百三十七級 我攜帶著居士水龍 他一覺得 靠杯喔 帶居士帶水龍 還有索尼克 還有破洛斯 這破洛斯是二次覺醒 背心大師 還有沒有上陣的角色還很多 這個一看就知道是課長的賬號啦 這個是一定是有課錢的 是吧這個是一定是有課錢 好然後 我們有看完角色之後呢 來看一下水龍的屬性好了 你一億了你來幹什麼啊 對不對你不要這樣子 一億還來做什麼啊 是不是啦 看一下看一下這個水龍 水龍的攻擊是一百九十四萬 索尼克是一千五百素啊 這差在什麼地方啊 速度加成有三條 好 OK 還有背心大師 也有兩千萬的血量 不過這個才五十九名啊 現在這麼競爭啊 有沒有搞錯啊 這個排名在伺服器 確實很競爭 金屬騎士King 然後你這邊是不打金屬騎士 流派是吧 好 你前面通通都有金屬騎士 就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打不贏嗎 我看一下 大洋遊俠 前方有無限個高血壓在等著您呢 你們兩個的話 他還帶了大窗眼 葛羅底巴斯 你這邊速度比較快 這種情況還會輸嗎 你沒有破洛斯 PK場沒擺上來 為什麼不擺上來啊 太久沒有打了是不是 還是你的破洛斯核心用起來 沒有徐普豪 應該是這個樣子了 我看一下齁 這個地方也是很撐齁 你給對手打了一片了之後 還沒有辦法去出招 然後你的PK場 是不是沒有擺陣容啊 你不是有King嗎 怎麼也沒有上來 上來不好打嗎 看一下 哇這個被打了一整波 卡住了上不去 卡住了上不去 我們換成破洛斯 這先不看了 慘不能讀 看一下 你破洛斯上來了之後 徐普先下去 然後King上來的時候 我們假設 G4這號位先下去好了 好假設先這樣子 我看一下怎麼回事嗎 這麼厲害的嗎 G4回來好了 我看一下 通常是這樣子擺陣吧 只是說怎麼會被打成這樣子啊 啥情況啊 是不是怎麼會被打成這樣子 你人血卡剛剛 放什麼地方去 我沒看到 開局好像是很厲害啊 豪傑是嗎 對啊 燒起來啊 燒起來就對了 怎麼可能會輸呢 三兩下的 你的角色這麼強 你故意去給他放這徐普的 背心大師風火輪 你背心大師2000萬的血條 傷害也是有的 不過很可惜 出到殭屍俠這一列 好想是搓在大中眼這一列 好想是搓在大中眼這一列 我格洛迪巴斯又來了 哇這King 那麼早就去洗頭啦 哇這完蛋了 你King是怎麼回事咧 怎麼那麼早就洗頭就洗完了 撐不住 他這裡也是有扣一些血啊 只是說 那這樣子的話 狂人要把King都擺到前面去啦 啥情況啊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你的King是啥情況啊 對吧 這個怎麼回去 690萬啊 那是你現在給背心尊者去穿嗎 對不對 其實這個尊者不一定要在場上啦 這沒有什麼意思啦 這個場上做什麼啊 沒有意思的啦 空生在場上都可以啦 這個不是首位啦 稍等稍等稍等 換一下換一下 背心尊者很厲害練得很高 哇這個裝備現在是 這個 現在效用也不大 我跟你說啊 你怎麼這件那麼豪華 你不給他換過來呢 就給他先穿一套生命的 然後 你還有一套攻擊的嗎 那套先擺在身上好了 好 先擺在身上就是 我看一下你的 戰術卡 走 真的假的 那麼難打的啊 真的假的 好嘞 走 再打一場 剛剛還差好幾隻啊 那我們再打一輪了 再到下一輪了 真的假的 這麼厲害 有這種故事 在我們這個王牌king的面前 是吧 在終身想起啦 你那個身心卡還有一套啊 還可以改別的 先看一下怎麼回事嘛 對不對 這個就是先發之人 快手快腳 真的打不贏嗎 我們三兩下功夫 打不贏啊 豪傑去洗頭了 不過這還要再看一下啊 這現在看不出所以然 我的天 你那個身心卡很重要啊 你那套看看給誰啊 什麼征服卡什麼的 點一點啊 現在 沒有必要去搞什麼悲心大師了 因為你這個局勢已經抽了 也不要浪費嘛 但現在這對手呢 我們現在是看前面這邊 有沒有你的king可以再往上加 哇太痛了 這怎麼那麼痛啊 跳跳樂 又是水龍一個打全部 這裡不去也開了 直接被秒了 我狂人也完成這樣子啊 怎麼回事啊 我的天我的天 我們換個對手 先試一下我看一下 看不太清楚 會考戰士不打學生啊 要成為台服最強的烏克是吧 好 先打這個看看 今天只有看一個賬號是不是 這這為什麼我們 我們也是打不好咧 這還有很多身心卡沒有出來 不過 後排現在是啥回事 每個玩家都很強 金屬騎士過來給你 事後打了2.8億 陣容 給他截圖 然後 然後截圖了之後 你你你跳過去 跳過 然後 好假設你再開一次回放 是這樣子 對吧 然後你看他的 配速 他先拉了索尼克 然後 水龍 就先追擊了 這英雄 他水龍跟金屬騎士跟King是擺一起有沒有 所以呢 你就 好 再來一次 哇 我們這個PK今天全全超人打得不好 他還有一套裝備 我講了很多次了 因為那套裝備可能會影響這一次的 勝負 我現在是改陣容啊 啊 我水龍弄錯了 水龍在後面 這傢伙頭已經被打得暈了 看來要好好思考戰術了 哇 你這個都要調啊 我幫你刷是不是 要說嘛 等一下 我先看一下 你有18個鎖頭 這張卡不好 就給他重置 重置掉 這張不好 哇 你還有加暴擊率啊 格擋率 這樣子也不怎麼樣 這樣子真的是不怎麼樣 再一次 生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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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個無視防禦 來 生命值 再一條 格擋率 格擋率 效果抵抗啊 也可以啦 這生命值要高啊 這卡片 這卡片現在你的KING一旦起飛 基本上就妥當了 跟波羅斯兩個是一樣的 這卡比較漂亮 三條生命值一個為萬免傷啊 你要全雷打啦 你要全雷打啦 啊 跑攻擊地是吧 那格蘿底巴斯的身心卡先下來啦 你還不捨得給KING當MVP 是吧 我們先拔身心卡 這個真的是蠻好鑽石的 你捨不得按是不是 波大王也是 波大王的卡也要上去 不是你波大王的身心卡 我們先把另外一套 這邊還有一套 那套攻擊的 還有一些材料啊 先把它弄掉啊 這個還沒有進階 我不給你按啊 那不是屬於狂人的權限 其實你的 你的賬號 還不錯啊 就是說現在身心卡 改一下就很好了 是不是真的可以很好嗎 如果我們把身心卡往上點 布陣再重新改過一次 先設法用KING拉波羅斯 如果是這樣的方式能行得通嗎 不行看來還是危機四伏 這樣對面的持續傷害恐怕相當極限 最終我們還可能遭受大窮眼封禁 每一秒行動將使我們全隊瘫痪 完全沒有取勝的可能 看到沒痛都痛死你 那麼如果我們將戰術卡 那麼如果我們將戰術卡改位置 冷血從英雄變到怪人 給G4疊加更多持續傷害 這樣在戰場上行得通嗎 看來這敵人真是嗨壓威的 這樣的戰術最終還是落敗收場 這次目標先解決對面的豪傑 讓你看看狂人的秒殺流 所謂的秒殺流多半時間都是秒殺自己 這個持續傷害會不會太誇張 看來硬判絕對是行不通的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 看來狂人豁出去了 能不能接近霍元甲就看這次了 在家族把它打開 看來狂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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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戇死。 看來狂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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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了半天还是只有这样子 打不下来 现在大家都太厉害了 这装备都集中得很厉害 因为这个账号是耗鼠的 我也没有办法全部去给他集中啊 他集中起来应该可以赢啊 应该不至于输了 要太多钻石了 麻烦的地方在这里 这个游戏还原装备 你要改的话是要慢慢滑 还有印记什么的都还没有弄呢 弄完的话都不得了了 现在这样子也没有办法 准备要吃血压药了不知道 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准备要去吃血压的药了 是吧 看来这账号又被我们毁了 对方一直搞持续伤害 我们这里一直搞血压药 打什么都没有赢 这狗狗尼巴斯怎么弄完呢 都都变那么痛啊 来 这次水龙有了 对嘛 对嘛 这总该是要让我们赢一场的嘛 对吧 这个金属骑士竟然没有倒 还在给你晕了一次 哇 这狗尼巴斯也喷过来了 吓死人了 这次豪杰表现得还不错 乘以七 我的天 哇 真的是打什么输什么 这个账号组呢 狂来在敲你啊 我们这影片太长了 看来这账号又被我们毁了 对方一直搞持续伤害 我们这里一直搞血压药 这 queda西话 你账号又被我们毁了 我以为五个月 做得最小的 从来 把对方都摆成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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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